这猫可不是一般人 面对恶霸的挑衅 装完插就溜 小腿使劲轻轻一蹬 顺利躲过二哈的追捕 接着露出不到一米的小脑袋 可刚一转身 就又被村里的恶霸盯上 这气势把二哈给整蒙圈了 并趁他不注意直接开溜 来到一处装满鱼罐头的小卡车里 白调了300块的飞机票 可刚来城市的小猫咪 看见了头顶的布娃娃 他多想拥有和二翠一样好看的主人 可没想到背后一只咸猪手抱住自己 接着他被人当狗一样养 藏镖还时不时打开不到3000瓦的电箱 就差一点被电成皮卡丘 好在这些人为了争取抚养权 小橘猫顺利跑了出来 三天没吃东西的小橘猫 吃上了一个月没干饭的农民工食物 猫生的悲惨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太惨啊 他多么希望能碰见一个富婆包养自己 猫生的不平凡就从这天开始 见到对方这么热情 提上猫腿子 迫不及待想投向小姐姐的怀抱 可他却被一个糟老头子盯上 这糟老头子可真坏得很 小橘猫每天只能活在当下 还时不时被猪蹄踩上一脚 并发现这个老头行为有些反常 刚想出去透透气 没想到眼前的一幕 让他瞬间哑巴呆住 果然不正常人的周围都是不正常人 这高度摔下去 不死也会掉根毛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这年轻人怎么不讲武德 居然在不到100层的高楼玩蹦极 脑袋应该被猫腿给踢了吧 眼看男人就要隐恨西北 可自己的新主人却见死不救 不忍心看下去的小猫咪 瞅瞅时候不早了 准备回去睡觉 可没想到的是 外面的男人居然进来了 还对着逃跑的小卡拉库吃 就是几枪 小橘猫见到一个男人居然玩蹦极 而进来的主人却见死不救 可他回到屋却发现 主人居然被刚才在外面的男人 拿着枪威胁他 看不了家暴现场的小猫咪 灰溜溜的就跑走 可男人并没有解决他 而是让他和自己一样一起玩蹦极 这高度摔下去就算是猫也完蛋 可没想到老头真不怕死 居然真的开始玩蹦极 见到情况不妙 赶紧逃离作死现场 可小猫咪这次又没了主人 看见电视的小女孩 猫生里多么渴望有这样的主人 于是他踏上了寻主之路 坐上了一辆闷闷车 很快在海边的大别野 找到了这个女孩 于是三话不说 直接溜进房子里 接着跑到楼上进到房间 二岁看着这么乖的小橘猫 心一下被萌化了 于是女孩拿出家里 唯一的奥利奥 要把这只小猫养得和自己一样胖 可没想到她的妈妈 嫌弃这只橘猫饭量太大 把她丢出门外 但橘猫并没有放弃 于是她偷偷当老六 随时要溜进房间里 见到小女孩上学 橘猫心里打着小算盘 居然又被该死的女人发现 于是她蹭着夜色 决定再打一次伏击战 可此时的小女孩正在熟睡 而墙壁居然自己打开了 接着走出一只黑化的皮卡丘 她屁颠屁颠跑出 看到头顶的小鸟 像猴子一样往上爬 然后钻进鸟笼里 要对小鸟下狠手 下一鸟悄悄地来到女孩的被子上 准备要下咸猪手 一点一点得靠近 生怕小女孩苏醒 随后翻开她的30斤被子 伸出18厘米的小手 可没想到女孩的嘴巴能呼吸 气得她瞬间上头 等她准备再次下手时 外面的橘猫居然出现了 一只小手捏住女孩的鼻子 外面的橘猫发现了她的坏心思 卡丘丢出十万雷浮 吓得橘猫慌乱地跑掉 接着她捡起地上的小武器 回头哈哈一笑直接离开 然后关上墙壁 可这把小女孩吵起 她的父母也赶到 见到地上的小鸟凉了 女孩异常伤心 而金发妹在窗户旁发现猫脚印 于是她将恶作剧的人指向橘猫 还拿来了狗都不吃的罐头 将它放在玻璃碗里 接着提着小木箱 拿着狗布里包子 细营已经饿了十天的小猫咪 橘猫经不住诱惑 一下子就被女人给套路了 金发妹拿着不到一斤重的小猫 送到了流浪狗看养所 而二翠因为猫咪的消失 感到十分伤心 可到了晚上 暗黑板皮卡丘又出现 她决定这次要将小女孩送去西北 接着灰溜溜地来到床边 拿出小木头把门给堵死 然后顺着席梦斯爬上去 可她却被女孩的三十米臭脚踹下去 这让她感到异常愤怒 决定要给女孩上一课 可就在这时 橘猫意识到女孩危险 凭着记忆疯狂地回来 皮卡丘拿起小手 捏住女孩的鼻子 而这时小橘猫已经出现了 眼看皮卡丘就要把女孩送去西北 小猫咪从烟囱里跳下 对着小可爱展开百年 难对一遇的大战 两人的实力不相上下 这时小女孩直接被吵醒 而正在熟睡的父母也听到声响 眼看小猫咪就要胜利 她对着皮卡丘一顿抱锤 此时的父母被关在外面 而皮卡丘准备趁机逃跑 接着她爬到积木上 要使出一招从天而下的长法 可没想到被小橘猫手刺屁股 而她也在高速旋转中 恨西北 此时的父母还在外面撞门 见到毫发无损的小女孩 小美告诉他们 房间里有怪物 而他们瞅着地上的碎块 以及地上的小刀 和一个老鼠一样的大洞 他们相信了女孩 并同意了她养小猫咪 在这以后 小橘猫每天大鱼大肉 身为流浪猫的她 最终有了最后的归属 从此天下再也没有 流浪猫中的天花板 只有一只呆萌呆萌的小猫 原来童话不只是骗小孩的 海苍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